1,豆點2,對不對? 那這個呢,A,瓜胡1,豆點3 這樣比較好 所以以後,假如說 你讓那個使用者選範圍的話 他如果只有選一列 那一定就是1開頭 當然你可以往下,有2列3列4列 那當然你可以就是一個矩陣 大概會複雜更多 不過呢,通通都可以解析得出來 沒有問題 因為只有3個,所以不用跑回圈 如果說你東西很多 你就先丟給一個回圈 他幫你解析 然後呢,就會有個結果返回回來 那這樣子其實會非常方便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如何變成這樣 按確定,結果就出來 點兩下 那如何做 首先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先把剛剛的這一個 一樣喔 我把那個剛剛的手機 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叫手機範圍 所以這個做法就是 可以這樣 你可以先假設說我今天 可以 假設我重新做過 你可以不需要說 再插入一個 程序 叫方旋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 Ctrl-C C Ctrl-V 貼上 記得名稱不能一模一樣 所以 你就是第一個 先把它改一個名稱 也就是說 以後 你要寫 一些 VBA程式 如果說 你不會寫 沒關係 你最重要是 要有一些範本 那也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要寫的東西 跟某個範本很像 你只要把那個範本貼上來 稍微修改一下 其實基本上 就可以Walk了 不過 你要累積很多範本 所以 這個東西當然就是說 那往後我有很多類似的Sample 也在雲端上面 那你們可以拿來做修改 第一個 把這個名稱做修改 第二個的話 因為我不需要三個 我只需要一個 一個引述 所以把電信業者怎麼樣 把它貼上 這樣子 就會跟實用者要一個範圍 這個是跟實用者要 跳出來 電信業者範圍 他就選了一個範圍 丟過來了對不對 OK 然後我要怎麼切 我講過 按個TAB TAB也注意喔 我這個TAB不是亂按的 有一切一切的 上個禮拜有同學說 老師那個這個要不要按 我強烈建議 你一定要慢慢習慣 用我的這種縮排 為什麼 清清楚楚的 有一個頭 就會有個尾 有一個頭就會有個尾 因為如果我說 你城市有頭沒尾 一定跑不出來 反正你慢慢寫沒關係 因為你們初期不可能寫快了 你不要急就張 好 然後手機範圍 跟實用者要一個東西 對不對 然後再來怎麼樣呢 先丟給個A A等於那個範圍 所以你就把A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 把這個 複製過來 Ctrl按住 這樣就可以了 拖拉過來就好 對不對 這個範圍給了他 那 第一個 就是A瓜如1嘛 1 豆點1 對不對 所以